现在是要心理辅导的还有昨天募集凶杀过程的民众 他们在极度的惊恐下 有可能会产生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症状包括了吃不下 睡不好 频频做噩梦 甚至不敢再做捷运了 今天有医生建议家人和朋友多多倾听这些人的想法 有助于他们抒发压力 但是如果相关症状持续超过了一个月 最好赶快去看医生 打开电视机 不论是24小时新闻台或是谈话性节目 几乎都在讨论台北捷运杀人事件 虽然事发至今已经一天了 但只要谈到这起意外 还是有不少民众觉得很害怕 今天做捷运的人 我发现每一个人没有在低头 就大家都会这样子稍微看一下 对 我觉得发生这种事情 真的大家都人心惶惶 以前很爱滑手机 然后不会提高警觉 可是现在都会注意身边的人 然后提高警觉性 医生表示遭砍伤的当事人 以及目睹砍人事件的民众 是产生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高危险群 有些是在一个月内出现急性压力反应 包括对所有事情麻木 觉得自己和世界脱离 有时会出现短暂失忆现象 大部分人会在一段时间后淡忘 但如果创伤场景 在脑海里挥之不去持续一个月以上 甚至吃不下 睡不好 频频做噩梦 连捷运相关事情都不想再提 最好寻求专专业精神医师治疗 就会变得害怕不敢搭捷运 甚至于不敢听人家说到捷运的事情 那或者是在事件发生的 那个当下的事情 会反复的在他的 比如说像影像啊 或者是那些觉知会反复的 在他的脑海里面出现 医师建议家人或朋友 应事实扮演倾听者 让患者把恐惧的想法说出来 才能达到抒压效果 而新北市立联合医院 也从今天22号起 特别加开心理资商特别门诊 为期一个月 而且免收挂号费 陪民众缓解心情 记者赖讯徐吉峰 新北市报道